把它删掉了 删除了 OK 然后大概是这样 是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不过后来我有再提到 如果我今天不是只是筛选业务 而是要筛选其他栏位的话 那未来当然有可能遇到什么 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客户名声 这几个都是文字 OK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做分类 理论上在查询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会 如果都文字的话叫文字筛选 这里面这个 那如果里面是数字的话就数字筛选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日期的话就日期筛选 会有不同的筛选方式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更进阶的筛选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撰写对应的这个按钮 看你要筛选什么 筛选业务 产业别 或者是日期 或者是数量 它可以很快帮你捞出来 但是如果说同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 业务已经筛选完 但是我要重写 筛选产业别 当然理论上应该不用重新写 因为里面其实有蛮多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城市里面基本上房呆一样 只是说 筛选 业务可能要把它改筛选产业别 里面大概改几个吧 这个栏数不同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其实 如果说大部分城市都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需要 像什么 复制贴上 假设你今天选择是什么 这边复制 然后贴到底下来 也许你可能可以改什么 改一个名称叫 筛选产业别 然后改改改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城市里面大部分都一样 大部分都一样有个问题 如果说我将来这些城市 都改了一些地方 改了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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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你每个地方要重新 每个又要再重新改一样那个地方 感觉好像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就把它写成叫做所谓的共用的sub 或者叫共用程序 那我把 他们之间 不同的地方 挑出来 不同的 跟那样 把他们相同的地方 维持一样 那把不同的地方抓出来 那哪些地方不同呢 名称不同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将来要筛选的这个 栏数不同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他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我就可以什么 用共用 程序的方式 用传参数的方法 这样子呢 我就以后如果说我要修改程式 我就修改共用的那个程序就好了 这个可能会 让你将来程序比较好维护 不过这个我想 待会我们再来看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